台下女演員都哭哭了 柯佳燕都流淚了 她為什麼要哭哭 我們請她上來說 來 歡迎西里南柯佳燕 因為我們其實都沒有在三立拍戲 然後這次又回來 就是一個 對我來說這麼特別的一個戲 其實我自己因為拍這個戲 能夠多去了解 那個時候 這片土地上的很多故事 那我覺得大道成是其中的 那然後剛剛看完 因為大家一直在這一代拍 然後拍一拍 可能對這個地方跟這一代 或是對這個年代 會多了一分感情 然後剛剛看到那個 就是義安殘人 他們一家人 一個曾經是這麼的旺主 一大家人 然後他們經歷了好多事 這事情二十年來 這個講主真的發生了好多故事 然後他們跟這個地方道別 我剛剛看他們鞠躬的時候我就不行 他採運也是 文宜剛剛也是 我剛剛在差不多的地方掉了對不對 就是也有一點像 這個戲像那個年代致敬 這片土地致敬 然後他們剛剛的鞠躬到 也像是我們在跟一個消失的美好年代 再說一次再見 因為那個時候我覺得 其實蠻美好的 那個時候 就你接觸過了之後 就能感受到那些 可能以前在紙本上看到的 然後今天把它變成在畫面當中 還讓你成為一個其中的角色 在裡面有油轉 流走 那樣子感覺 有機會 有機會能夠到這個已經 已經消失的年代總理 你知道我真的覺得 感受還蠻多的 這齣戲 是我有史以來拍過最累的一齣戲 那種累是 當你進到這個角色裡面 你會覺得台灣人 好辛苦喔 可是台灣人又這麼樂天 這麼有熱情 所以才能造就我們現在 這麼不平凡的台灣人 那我也很謝謝 所有對手的演員 我們每一場戲 不管是哭戲 不管是感情戲 都是來真的 對 沒有一個人是 用假的感情 這演員之間的 流動的情感 是非常濃烈的 還有 我要謝謝潘姐 對 因為我跟你合作過一齣戲 我知道你們對戲 用心的品質 雖然我在接這齣戲之前 我其實對演戲 我記得我第一坐下來 潘姐找我演這齣戲的時候 我坐下來我就跟潘姐講說 我對演戲其實已經沒有什麼熱情 而且我現在在追求 我的烘焙甜點的夢想 對 但是因為潘姐 所以我來了 那真的 你們一定要看 這個屬於台灣人的紫色大道城 我不是那樣 我真的不見了